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市场分学员小涛我也来了 那么今天的话晚了 那又变成了深夜聊美股频道 那么为什么会晚呢 稍微去啊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稍微去处理的一下 啊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特别在那么红的日子里啊 今天三大指数全部下跌啊 盘中一度最多纳指的话下跌了3% 那么而且今天其实并没有非常多的一些事件 除了早上出的GDP数据 那么比市场预期的话要好很多 那么主要是消费比预期的要强劲 那么那市场的一个解读就是 那么因为GDP数据非常好 所以意味着美联储有可能会更加的激进 那么听起来这一个英国关系还挺顺的 那么但是我们知道美联储从数据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他们更加关心的是核心的PCE 那么比如明天要出的这一组数据 那么市场更加关心的可能是 通胀CPI或者说核心的CPI 那么其次美联储还有一个指数 非常关心的就是整个市场的就业数据 那么从最近报外的几次发言里面 还有其他美联储成员的一个发言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对于就业这一块 放了更加多的一个关注 那么因为在美联储成员的一个视野里面 那么如果把通胀分为三块 那么第一块商品通胀已经开始下跌 那么第二块房租的通胀 那么我们都知道房租的通胀有一个滞后 而现在从实际的数据里面去看 房租的通胀已经开始下降 所以这一个滞后在明年的话一定会反映到通胀里面 这是第二块 然后第三块 除去房租通胀以外的服务通胀 而这一块的服务通胀在美联储的眼里 影响这一块通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整个劳动力市场 包括就业率包括工资上涨 那所以其实从现在开始 包括明年几次美联储的会议 美联储应该会放更多的重心 那在就业数据这一块 在工资上涨这一块 那所以比起就业数据这边那些经济指标 那相对来说GDP可能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那今天的话主要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 那我们对前两天日本央行做出 那调整YCC上区间的这一个决定 我们去做一个更新 那然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今天彭博的一篇文章 那讲了为什么2023年美国经济80%的概率会进入一个衰退 那然后我们去看一下他们觉得这个衰退的深度到底有多少 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衰退 那还是说一个非常浅的一个衰退 那包括最重要的是他们背后的一个原因 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这是第二部分 然后第三部分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整个市场现在的一些情绪面 那随着最近大盘的一波调整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市场到底是不是非常悲观了 那还是说仍然的比较乐观 好吧那在开始今天内容之前 各位CEO记得先点一下你们进行的赞 那在聊今天的内容之前 还是不得不要说一下特斯拉 那因为今天最多的话盘中跌了11%还12% 那给人一种天要塌下来的那种感觉 那这毕竟是一家大科技 那在没有非常多的一些新闻的情况下 那一天可以跌这么多还是有点过分了 那而且从一些技术指标去看 那比如说去看一下RSI 那现在已经跌到非常长的一个区间 RSI今天收盘的话应该收在20 那然后今天差不多在美东5点到6点左右 那老马加入了推特的一个讨论 那聊了很多 那但是最重要的是 那大家可能在新闻里面已经看到的 那老马说那接下去我应该不会卖股票 我也不是非常清楚 那也许两年之内的话我都不会卖 那比较确认的是明年我肯定不会卖 那而且是在任何的一个情况下都不会卖 那但是后年2024年的话 现在还不清楚 只是说我觉得不会卖 那至于会不会卖 maybe 那我知道很多小伙伴和很多CEO的第一反应就是 那你现在说已经晚了 我们对你已经不再信任了 那你今天告诉我们 那你不会再卖 已经卖掉了 今年到现在位置已经卖掉了400亿 然后你突然告诉我们啊明年我不卖了 那后年也许我不卖了 凭什么我们去相信你 那虽然我自己手里有特斯拉 但是我想站在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 其实老马卖股票这件事情 上上一次买应该是两三个月之前吧 我觉得他卖完之后 那底下其实有人问 那你这一次什么时候卖完 但是老马并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时间线 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但凡比较理智和保守的人都不会觉得老马上一次卖股票就已经结束了 那所以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今天这句话本身确实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去阻止或者可以去保证老马不会再卖股票 那些许明年的情况真的非常非常惨了 然后老马随便找个理由说我又要卖股票 我那边的话又要融资 那并不说完全没有可能 那但是就他今天的这一个表态来说 那我觉得对于稳定市场来说起码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那然后我们再插播一条comex的财报 那今天无论是营收还是盈利都比华尔街预期要低 盈利比华尔街预期要低了63% 那所以是一份非常差的一个财报 那但是这一份财报 那也只是让comex开盘的话以13%低开 那并且在今天三大股指全部走弱的情况下 那comex其实是逆势上涨是低开高走 那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其实说明很多时候 那当有些事件已经是市场的已知 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去想的话 那即使这个结果是正确的 但是股价的话并不一定会跌的非常多 那因为最近二手车市场的一个下跌 那其实已经被很多主流媒体给撩烂了 那所以我只是觉得今天comex这个走势挺有意思 那很多时候有些事件太过明显的时候 股价的一个走势往往会和大多数人预想的相反 那接下去我们把目光移到日本 那今天日本他们出了通胀数据 最新的一组核心通胀数据 最新一个月的话在2.8 那2.8已经是和2014年的一个最高点持平 那如果去看历史上的话 已经要将近30年的一个新高 而且市场预计那接下去 那日本的这一个核心CPI 非常有可能会去看到3以上甚至于突破4 那这可能意味着 那接下去日本央行会慢慢的加入 全世界其他央行变阴的这个脚步 那有一部分CEO担心 那日本的债务比上GDP的这个比例太高 那我可能并不是非常的担心 那因为这个数字 那好像在很多人眼里就只是一个数字 今天在220 250或者300 那我并不是非常的明确和清楚 那这个数字会改变一些什么 那因为记得以前日本的这一个债务比例 那在150之前那整个世界和全球就已经非常担心 那但是到了今天他们在200以上 那好像也没有非常严重的事情发生 那也许到了某一个时间点 那整个金融系统里面会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那一个金融环节可能会出现问题 现在并不知道那可能很多人也并不是非常清楚 包括日本银行那所以对于债务比例来说 我个人并不是非常的担心 那反正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可能不是非常的全面 那如果各位CEO有一些其他的切入角度 那和一些研究资料的话 那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里面和我们一起分享 那然后是日本十年期国债 那这边是他们发布完消息之后 那国债收益率非常急速的一波上涨 那然后在第二天 那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 又要去触碰到零点五 那就是新的一个上区间 那最高的话涨到零点四八 那接下去一段时间的话 开始有一波回调 那然后今天的话基本上一直在横盘 那随着日本的通胀继续上升 工资继续上升 那我觉得这一个十年国债的一个收益率 去触碰到那新的一个上区间零点五 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数据 那主要两组非常重要的数据 第一组的话是PGE 那第二组的话是密西根调查 那这一个月这两组数据有一点提前 一般来说这两组数据都是在月尾 那从以前的观察去看 那市场对于PCE的一个反应 其实并不大 那但是比较巧的是可能明天又是期权到7日 那加上今天的波动又不小 那所以明天可能会有一定的波动 那这是PCE 然后密西根的指数调查 这一组数据其实也是比较重要 因为美联储他们会看这一组通胀的一个预期 那然后再和大家重复一下 那彭博他们对于明天PCE的一个预测 那市场的预期在这一列 彭博他们的预期在这一列 那基本上彭博的预期都比市场的预期要高了0.1 那但是他们还是强调了 那相比起FOMC美联储成员 在上一次SEP里面的一个预测来说 那今年结束的这一个Q4第四季度的一个PCE 非常有可能会比美联储他们的一个预期要低 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是彭博他们对于PCE和CPI2023年的一个预测 那么他们预计PCE和CPI在2023年底之前 将会在3%到4%相交 那图里白色的反映的是核心CPI和广义CPI 那黄色反映的是核心和广义的PCE 那我觉得在这个所有的预测里面 那其实最大的一个波动和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仍然是油价 那第二个不确定性就是现在中国的一个复苏 那关于中国的复苏对于全球来说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特别是在通胀这一块 那我个人那个观点是 那对于全球的一个通胀应该会有一个向上的压力 那所以我觉得彭博的预测 那广义通胀的CPI在明年的6月份左右会跌到3.5 那这个前提应该是建立在并没有一些灰天鹅事件进来的前提下 那但是我们知道短短的6个月之内其实会发生非常多的一些事件 那不过无论如何 这应该是彭博他们的一个预测和他们的一个base case 那这边的话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为什么彭博他们觉得明年美国经济有80%的可能会进入一个衰退 那并且这一个衰退是一个非常shallow 是一个非常浅的一个衰退 那一个比较浅的衰退可能比较接近于美联储的这个软着路的定义 那为什么彭博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 那主要还是因为家庭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非常的强劲 那一共有两张图 第一张图里面两条线 那黄色这条线是零售商的一个消费指数 那这一个指数在一个非常明显向上的一个趋势 而且这个趋势比较稳定 那白色这条线也是非常有意思 那是消费者的一个信心调查 那调查的是消费者对于旅游或者假期的一个渴望 那这个波动可能会比较大 但是现在还是在一个网上的一个趋势 那虽然和我们最近所感受到的可能有一点点不同 那我在那11月初 我记得11月10日还是11月11日的时候 那一天disney发财报 那disney发完财报之后 我说那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信号 那什么信号 那就是旅游复苏板块有可能再放缓 那为什么 那因为disney他们在那主题公园这一块的一个营收和盈利的一个预期 都比华尔街预期要低 那这其实在过去几个季度里边 那是比较少见的 那然后最近这一段时间 那其实有一直有小伙伴和我反映说 那airbnb的一个订阅并不好 那有一个小伙伴说他自己管理200家airbnb 那12月份的这个订单明显下降 那而且12月份的这个adr也要下降 那我觉得这基本上 那和disney的一个财报产生了一定的一个呼应 那而且最近airbnb的一个股价 其实也已经说明了很多 那市场永远不是去看当下 那也不是喜欢过去 看过去的话 airbnb三季度财报非常好 那你要看未来的话 那市场已经看到旅游复苏板块开始放缓 那然后这张图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让彭博觉得2023年只会有一个比较浅的一个衰退 那主要是在整个疫情时期 那以家庭为单位的话积累了很多存款 那即使黄色这条线savings rate 现在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 那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那累积的这一个储蓄 那现在这个体量仍然在1.2到1.3万亿 那而在疫情之前的话只有非常可怜的4000亿左右 那所以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加上工资上涨 加上那从疫情以来啊家庭存款的一个增加 那让彭博他们得出一个结论 明年的衰退只会是一个比较浅的衰退 那最后我们来看两个情绪面指标 那第一个是AAI指数 那蓝色是看空的比例 白色是看多的比例 那红色这条线是标普无白指数 那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下跌 那市场看多的人明显下降 那这一个比例今天收盘的话 只在20% 那已经是比较接近于9月份的一个低点 那反过来 那如果我们去看市场看空的人 或者悲观的人的比例 那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下跌 悲观的人比例 已经从40%上升到了52% 那离9月份超过60%的一个比例 仍然有一定的距离 那但是离的也并不远 那所以这个数据告诉我们 现在市场相对来说 是处于一个悲观的一个状态 那还没有到非常悲观 那但是在变得更加悲观 那然后这张图是恐慌贪婪指数 其中里面的一个指标 那今天恐慌贪婪指数 那比起昨天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下跌 但是现在是在一个恐慌的区间 那我记得收盘的话 这个指数应该在37或者38 那所以也和前面 AAI指数形成了一对应的呼应 那是不是悲观是悲观 但是是不是非常的悲观 还没有到非常的悲观 然后这一组数据 Portacle options比例 那看空和看多期权的对比 那这一个ratio 或者这一个比例越高 代表市场越恐慌 那所以如果我们去看这一个指标 5天的一个平均数的话 现在市场是在一个极度恐慌界 那当这个指标那走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位置 那接下去一般来说那都会有一个回调 那而且一般来说这一个回调都会意味着 那股市短期之内的话可能要上涨 那但是是不是意味着一定会找到阶段性的一个底部 那并不一定 那比如说拿10月份去举例子 那阶段性的一个底部应该是在这个点位 那我们知道明天要出pce数据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哪里去看结果的话 那这边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 就是使用富途某某那并且现在针对美国的小伙伴 那富途某某再搞一个只需要开户 且入金1000美金就可以送二十股免费股票的活动 那同时还有一个抽奖资格 那奖池的话是在6万美金最高的一个奖额是在5万美金 这一个活动只针对美国的小伙伴 那对于其他地区的小伙伴 大家同样可以在视频的描述里面 那找到属于自己地区的活动 好吗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那最后各位CEO别忘了睡前养成点赞的好习惯 明天见 明天见